包纵手没听过 南门市场粽子名店有固定客源 食材掌胡州粽名店 撑不住今年价格往上调 胡州粽啊 然后台湾粽啊 大概调多少 都是微调 都调个小幅度 小五块钱而已 价格我觉得很贵啊 很贵吃啊 最好满还涨价的感觉 另一家粽子名店价格 都有新的贴牌 今年招牌蛋黄粽 北部粽 各式口味粽子 平均涨五到十元 包括胡州粽子的这种粽叶 全部都进口的 所以它两层都是跑不掉的 那个五花肉来讲的话 它连评测一斤就要140 去掉皮 那个整个一斤要160 那之前大概在100块钱左右 反映成本市场名摊 粽子价格变高 各大饭店也陆续开卖端午节粽子 承到价格也变贵 五星盆菜粽原本2000 有者现在要2280元 五星冠军粽涨100元 紫米豆下粽涨幅约四成 尤其是牛肉大概涨幅有三到四成左右 那像是在粽子很常使用到的花生 然后像红豆 那甚至紫米 它今年的涨幅都有1到2成左右 还有饭店主打龙粽套组 纪念食材升级卖2180元 糯米粽液食材肉类都涨 粽子从市场到饭店 想吃都得多掏钱 在那一期请问新闻 像咱们这边 淘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